然後再來補充一下我們在做 Key 的 Scale Key 的 Scale 如果我們在同一個影格上我們 Scale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裡是預設它是用 Bounding Box 其實就跟我們做模型的時候的軸向一樣 所以當我選到兩個不一樣的 Key 時 我這裡縮放它就會以我們的影格來說 所以這裡如果我們要兩個用等比例去縮它的 Curve 的話 的 Brazil 的話我們這裡改成 Individual Center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調整它們的 Curve 像我就希望這裡它在空中的延遲時間再更長一點 對 這樣它在上面跟下面的滯留時間比較長 我們就可以比較看得清楚它的動態 好 像這裡 Stretch 把其他的看起來 Stretch 我希望它這裡 Stretch 延伸的這個時間點 也閱讀的比較清楚所以我這裡 Scale 也是把它再拉長一點 甚至 甚至我這裡 G 我再把 故意再多多一點 這裡的時候我們就要開 Auto 我不開 Auto Key 我這裡 拉伸完 我直接這裡 Replace Key 這個 Key 好 我們這裡拉伸 我希望它晚一點 好 像我們這樣 拉伸擠壓的洞它的感覺就更多了 好 我們這裡擠壓 故意再做多一點好了 Gz 多一點 Replace Key 好 像這樣我們擠壓的 我就可以更看清楚它在滯留空中的時候跟 壓下去的那種感覺 去特別去強調這兩點 好 這是關於 Curve 的一些 Scale Curve的調整的一些補充 好